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庚武丙戌丁卫丙武 这个八字他就说他是不是虫妄 我们从这个八字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他是丁火轮 所以你看到这边 一个火、两个火、三个火、四个火 然后戌图、畏图 又是所谓的造图 所以他就会认为说 他的一个八字是一个偏旺的一个八字 基本上你假如在格局里面打赚 你就赚着迷迷茫茫一头雾水 迷迷茫茫一头雾水 其实批命的一个要诀很简单 多变少就是不好 少变多就是变好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观念而已 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个八字 在天干的一个部会 丙火生戊土来生根金 所以说其实他天干没有问题 而且他财运上算是很不错的 因为他的根金 其实是有一个戊土来的 假如没有这个戊土 天生破财格 天生破财的 我们再来看 那假如地支 因为这边有一个五位河 五位一河 火生土恪水 所以说水受伤 他的止水受伤 止水对他来讲就是官 所以说其实他的官运其实是不好的 他的官运其实是不好的 在这一个八字里面 就是一个很这么明显的一个情况 他就是一个这么明显的一个情况 并没有什么 他是专忘在哪里 毕竟来讲很多人已经被八字的迷词解释 搞得迷迷糊糊的 大家都朗朗上口 我官杀混杂 那一个我又如何 我又如何 我伤官见官 反正一大堆术语 可是他到底是什么回事 没人知道 全部都打迷糊仗 而这个八字里面 他是在这个大运里面财运好 可是他的官运不好 这个是他一个大运的特色 当然你假如再把流年带进去 你会发现到 其实就不一定是这样 不一定是这样 毕竟来讲 八字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组合 他不是说一个用神进来就会怎么样 也不是一个祭神一进来 他就又会怎么样 而是整体的一个判断 他整体的判断 你必须要判断 知道每个时间每个时间点 他的快慢不移 流年有流年的走法 大运有大运的走法 本命有本命的一个情况 他们是互相去牵引的 所以我非常重视的是在五行流通的这一部分 所以从我们这个八字 你一看就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很明确的一个八字 就是说好险 要不是有这个戊土的话 他真的是破财 他真的是破财 很多人就在想说 老师他到底他的用神是什么 你要看他要问的是什么 他要问官有官的用神 他要问财有财的用神 这两边都完全不一样 例如他假如要问是他的财的一个用神 戊土是他的用神 庚金可以算是他的一个用神 心金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用神 乙木也算是他的一个用神 润水也是他的一个用神 这一些都是他的用神 第一我们来看官运 官运就不一定了 官运是什么 甲木是他的一个用神 卫土是他的一个用神 卫土还没有 卫土不是 是卯木是他的用神 卯木是他的用神 卫木是他的一个用神 那 申金是他的一个用神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其实天干跟地支的状况 或者是说他要问的东西 一会因为他所问的不一样 用神也会出现不一样的状况 其实这个就是时间上的排序的一个问题 他这个是时间上排序的一个问题 绝对不是在本地上 你在这边找 你找再怎么找也没有用 因为八字他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的时间 他绝对不是在静态这边这样 他必须要整体一起看 你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 所以时间他是动态的 但是各位我们是时常都在学我的八字 我的八字 我的八字 可是这边就只有一个时间 就是你出生的那一个时间 可是当你出生了以后 时间就在动了 所以这个八字就只有那一刻而已 一旦你出生了 你的八字就永远不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大运流年开始进来作用 所以你的八字是活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